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哥哥快来吃饭 妞妞就拜托给你了 我相信你能给她更好的生活 我只有这个要求 谢谢你 你哪儿来的自信啊你 我的自信 来源于你的教养 你 拜托了 你信不信 我一定会抓住你的 你必须为你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接下来就靠你了 靠什么 伸张正义 少说些我根本听不懂的话 事情才开了个头 规矩们就不耐烦了 如果我抓到你 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长官义士啊 什么 我说 期待 期待我们的下一次见面 对了 一定要看明天的报纸啊 非常精彩 我告诉你 我对花边新闻向来不感兴趣 好吧 那真是太遗憾了 不过 花边新闻两有不齐 军门不看也罢了 我看你 军门此时若是肯移步窗前 一定会看到一个人 一个正在仰望你的人 记住他的脸 他就是真正的凶手 他在这儿 他在这儿 在这儿 图自家 dietary 他们就是真正的智 Prin 或议有多少是肯 gifted 就转过去 若留不知道 他也没有被盗释 那也给你 什么没钱 小贤 小贤 这个 看完了我会还给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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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尽早退吧 李宗盛 实检报告还得由你们出啊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这个案子 你得做得像你们警察局做的案子一样 你太狠了吧 凭什么你们真基础二科 就比我们刑侦科高出半截啊 弄得我 我就像个跟班似的 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哥 我们也算是老同事吧 这次就算我自理还求您帮我这个忙 不过你得告诉我 你们是不是在策划什么逮捕行动 一个月前 我们对上海地下党交通站的侦破有了重大突破 本来是想借鸡生担的 可惜了 好 那怎么说那三个死者都是你的人 他们都是捕杀共爹的人 个个都是好猎手 占地无数 太可恶了 太可恶了 他们就敢明目张胆地杀我们的人 必须破案 抓住凶手 延长不歹 我现在关心的是谁是策划者 纸巾 昨天水金属的事情 你不觉得很蹊跷了吗 明明就快抓住共产党的命名了 半路杀出个成咬金的 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要是跑得慢点 说不定又有人 人头落地了 我觉得这句话 可以反过来说 如果昨天你坚持到底 熬不起谁的人头落地 你的意思是 你别跟我提了 车找到没 你别跟我提车 我最近真是走了没运了 我跟你说啊 丢车比丢枪还可怕 你的车我会派人给你找到 而且你那辆车 我辆地侠党也不敢再用 你说的是挂军牌那辆救护车吧 一定确定了 那是桂毅手下的司机去借的车 哥 我回来了 出大事了 又是他 你呢 桂毅的司机去借的车 尸体呈送给桂军们 凶叔把这样一副烂牌 直接打给了桂毅 为什么 是凶手故意在训药呢 还是挑衅桂军们 有可能是在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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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上面还盖有你的印章 说是一个姓姿的副官 亲自送给他的 肯请他帮忙让一个犯人保外就医 并且还说你跟这个犯人是亲戚关系 然后监狱长同意了 就帮忙弄了一个保外就医的文件 他还说谢谢你送他一辆汽车 什么 汽车我送他 这还不清楚吧 这小资少爷打着你的旗号行贿呢 对了 尸体也是证据 你千万不能让任何记者拍到他们的脸 时间以后立即销毁 销毁 我那可都是你你的人 他们必须以共党之名去死 对电行动还在继续 不容有事 是一个御医 一 拿着监狱长签的文件 把犯人接走了 保释的犯人叫佟阿大 佟阿大 我们不认识啊 是啊 这个佟阿大我们不认识 但是我们知道一个资历群 小资的大哥 就是那个死囚犯资历群 昨天晚上人间蒸发 越狱 不认识的 那儿什么的 我问你们 经理呢 我跟你说话 老看下面要干什么 经理呢 先生 有什么可以帮你 你是经理是吧 是 你们大唐的黑板上是禁纸贴纸和留言吗 没有啊 可以留啊 那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不会啊 有东西啊 有吗 有 你出来跟我看一看 这有啊 就两张纸条吗 就两张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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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么大一个饭店 没有人打招商的小广告吗 来来往往那么多客人 没有人给客人留言吗 张管 你冷静冷静 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了 我们早上清早过了 我们会把那个过期的留言 和无效的广告都清除掉 清除 谁清楚地把人给我叫过来 早上有三个服务神负责打扫大堂 有两个是郑师公已经下班了 还有一个是林师公 昨天人间正发的 不止自立群一个吧 对 曹河敬的御医也消失了 哥 你和小资少爷 不会有什么约定的 你脑子烧坏了 把你们旅客的入住登记簿 都开启 登记簿被另外一个长官拿来 是 那长官 大声点 跪 跪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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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官 你们不能这样 这是公共场合 我 你跟他一般坚持 你要在这儿 我就怀疑你付冯公公 我回去吧 昨天 你是怎么找到小资家的 那是老爷给的地址吗 哥 你忘了 西门彭莱路十九号 我就是暗图所记 找到了资家 找到了如亦神的 景萱 哥 你说 你跟老爷不会有什么约定吧 我的亲哥呀 咱俩就别互相猜测了 知道知道 小子劫狱是为了救他大哥 可他杀人送尸体 又为了什么呢 还有那些闻风而动的记者 我问过那些记者 他们都说是早上在报馆 接到一个爆料电话 说上海国际大饭店门口 会有重大的行为 所以他们倒得特别及时 别跟他一般见识 凶手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 名利安利 顺利控住了场 我为了这个案子 尽心不止 找寻合适的外亲 你知道外亲特务他们的身份 是绝对要保密的 他们每个月的 收支 雇佣费用 支出的账额 曾经都是我 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管的事情 我可抗自己的用度 可抗内心下属 远生载盗生命狼藉 我为了什么 仅仅一个万事 但是你放心 我已经吩咐过了 今天的谋杀案不准监报 什么理由 维护稳定 我也是 不吩咐了 我已经是 这贼瘀了 真有啥 我真有啥 是 你能不能够 你行鸽 你能够 热血 三聚裸实横尘 贵君们签收 这病题也太低级趣味了 您看下一分 另一分倒是高尚的 玄香亡魂 两个的魅力 杀人的报道 还有高尚的吗 这要干什么呀 还真是有两瞎子 看上去 这次不像是落金哪 或许目标更远大了 四爷 门口来了很多记者 请四月年代表法俗界巡捕房 就上海国际大饭店门口 突发的三室案发表讲话 真基础都接受了 我才不去烫这趟浑水呢 他们说 您是为法俗界服务 是 我是被整个上海市民服务的 煌马车 雨原路 二零三在哪儿 在华街的二号码的 怎么没走法租界 这一根本都没当传票 我去接他 一起去吧 这样 你去把那辆警车开过来 这太冒险了吧 警察局丢失的车 现在全城一直都在搜索 所以要快 别走 是 老总 老总 放开我 什么呀 放开我 长官 老总 放开我 老总 放开我 是 长官 什么 老总 叫什么名字 什么 老总 来走 是不是搞错了 长官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凭什么抓我呀 放开我 没关系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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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晓 哥 哥 哥 这位先生 你 你 请出示一下你们的证件 我是水经署陈渡查的亲戚 你看 我舅舅病了 这次来上海是专程来看病的 是吗 怪不得走员工通道 有商房保健 陈渡查 兄弟我本来在警察局干得好好的 这偏偏陈渡查不知道搞什么鬼 非要让我们警察局的弟兄 过来给他看货 兄弟倒也无所谓 只是这风吹雨淋的 也没一点贴补 行行行行 我不需要你那点打发叫花子去 现在啊 全上海都在搜捕共产党 有携带伪禁品的 这身上有带枪伤的 有红色书刊的 一律先行奈卜 是是是 可我看你们 也不像带伪禁品的样 当然当然 所以 就先从这个病人开始查起吧 看看他身上到底得了什么病 这身上 有没有枪伤啊 没有没有 表哥 我来了 警察先生 你看能不能给我个薄面啊 你谁啊 这位小姐 我现在怀疑 他身上有枪伤 你 你说的没错 快 立刻 立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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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局吗 我要报警 对 二号码头附近 快点 咱们的车在华街码头二号港出现了 我丢失的那辆警车 找到 刘局长 这绝对不是一个偶人 他们是有备二的 第一次冒险 有可能是为了转移货物 第二次冒险 就是在掩藏上 只要抓住他 我会问出来的 号码 号码 今日拓开 三香火魂 常悲罪 金字圈 号码 号码 江浙独半贵义 你遭阵迹尽失恐惑 号码 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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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码 号码 江浙独半贵义 许三居士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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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浙独半贵义 你遭阵迹尽失恐惑 号码 号码 来来看一下 丁住了 不要追 千万别被他发现啊 保持距离 重要路口换人追 对 把它死死地咬住 他出事啊 所有人听的 向目标靠楼 实时抓捕 废话 抓 上 走 快准备 别走 你们停下 快准备 你这样停下台销啊 快准备 别走 小秋 快点 别走 自己人啊 兄弟 干什么呢 不说从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 自己人 区医生 怎么回事 我在值班 然后接到那个 正极术二科的电话 他们讲 发现了你的车 在那个第三环保车 车案附近 让我过来取 我就过来了 正极术二科谁打的电话 不知道 混蛋 为什么不知道 正极术二科了 电信手直接转的 放八蛋 怎么了 人们常说 偷来的颅骨敲不动 我们把警车开出去 调动所有的警令 掩护203脱险 我提前在黄包车行 定下了三十辆黄包车 空车绕街跑三圈 我们参乱汽车 通过外接电话 联系警察去值班时 打破成规 不破不立 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第二回合 又让你说终了 由备而来 到目前为止 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在升级 劫车 谋杀 闯关架 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是孤立的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是孤立的 你说他们还会再冒险吗 什么 我很好奇啊 他们下一步 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你一直很期待吧 你问我 我又不是限制 老弟 你就不能跟我 分享一点情报吗 你不翼而飞的车 已经找回来了 这还不是重要情报吗 还有 你派在二号港滑溅码头的人 有没有不翼而飞的 赶快去查一查 对 马上去滑溅码头 寻找咱们失踪的兄弟 走 燕雀安之虹虎之之 你再问这通道 真的很棒 小子 来查室见我们 借救护车 伪造文件救出的大哥 他给监狱长的字条上我的签名哪儿来的 这印章又是哪儿来的 桂军门 这个是倡议书 请您过目 请吧 桂军门 来 他们原来早就认识 这是串通好的呀 联手给我唱了一出道义 哥 你的意思 借车 劫狱 谋杀 还车 这些所有的事情通通都是事先设计好的 没有一丝一毫的巧合 这些都是有预谋的 冷血的 冷静的 残酷的 只是 这些个链条 中间还缺少一样实实在在的东西 那就是证据 中间的小词 中间的小词 这些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他已经想好了金蟬托脚 可能吗 他还跟我打过电话呢 他还真敢跟你打电话呢 隐藏了自己真正的能力 可是咱们见到的小资少爷 带着一个孩子 托着一老妈子 长得眉情目秀的 一娇书将 一条行尸 一小包鱼记 杀人劫狱 真的差太远了 有多远 天差地远 我们必须马上找到小资 立刻 是 我倒要看看这天差地远 是差多远 天差地远 你得早点 脱衣 我得早碰 脱衣 我睡了多久了 一整天了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是谁啊 你为什么不叫醒我 这里是上海多远 我姓高 是你弟弟把你送来的 说是 我这 让我们呀 如多远 把你送多远 我弟弟 我哪个弟弟 哪个弟弟我不知道 你有几个弟弟啊 他长什么样子 长得 长得好看 文气 我们要去哪儿 伟大哥哥住的地方啊 是要回家吗 妞妞真聪明 是要回家呢 回家能见到妈妈吗 小子哥哥说 妈妈去了好远的地方 妞妞还小 够不着 来 大哥哥帮你把金表带上 好 退步 你 这儿 我到底你得 你看 他们的 别做了 我找你 你打扰了 我找你 死呀 你 怕什么 都不不够 你做那个 我就吃了 给你吃 什么破橘子啊 这么难吃 难吃吗 这牙都算倒了 还好你吃了 来 宁宁 我不吃橘子啊 我就要吃橘子 我说啊 这么一大盘你让我一个人吃 这么一大盘你让我一个人吃啊 要么吃 要么扔 扔 这 这橘子不是用钱买的啊 大哥哥 我要吃 我要吃 橘子 特别酸 我们不吃 我要吃 酸不酸 是不是特别难吃 怎么吐到这儿了 大哥哥怎么办啊 景萱 曹河进监狱那个犯人叫什么名字 资历群 我说保卫就医那个 童阿大 来 过来看看 童阿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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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我必须回去 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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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听我的 我有很重要的事必须要回去 子先生你别激动我吧 前面气疯了 我要回去 送我回去 送我回去 你必须马上送我回大海 要快啊 赶紧进监狱保密个锦 我有比明更重要的事 对 你们送不送我 你们不答应 我就是永远要游回去 你不要犯傻 送开 送开 送手 快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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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人快救人 救人快救人 快点快点 救人 不要 快救人 救人 約送开 请主动出示证件 卡尔滨铁铁是同时的 客户的各位 请请出示证件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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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战友到晚 请各位旅客拿好行李 准备出站 逐游军警检查 跟上去看看 是 巷子给我 请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死了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会有临场反应的 这世上没什么武林高手 有的只是身体的扛打能力 可有人不这么想 你不这么想 我知道 你是在借机教训我 告诉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行动不要过于高点 聪明 以后有话直说 我喜欢你就行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